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力地抖了几下 将他散发金光的钥匙给抖落了下来 站起身之后 抬起脚 似乎掉在这具尸体的脸上擦干净泥似的 用力地践踏了上去 再用军用皮鞋粗糙的鞋底磨了磨 冷冷地说道 算你走运 发笔复仇的时候咬得快了点 否则我会让你受更多更大的罪 敢于伤害我伙伴的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那一边的战斗啊 却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 雷洛 胡华豪 屠夫加上林英秀这四个人 在对上了刺刀和实施者莫特之后 本来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只是刺刀的实力之强悍 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 他虽然是被屠夫的头网网住了 却还是完全地避开了林英秀的攻击 只是受了雷洛两拳和屠夫重重的一锤 而更为诡异的是 方宁精心布置的最后一招杀局也被刺刀给克制了 林英秀在刺刀身体上面的头网效果消失以后 便紧追不舍地发动了疯狂突击 刺刀却是疯狂地急逃 两个人一追一赶 整整跑出了近五公里 最后加速到了极限的林英秀 终于将刺刀给赶上 这一次追赶的距离太长了 所以要整整选拥上九秒钟的时间 林英秀此时必然是收起了弑恶剑 换上了寡妇制造者 并且还拆分出来了斯科恩的愤怒和斯科特的野望 这两把伤害力巨大到无比的可怕长斧 要承受林英秀挥舞双斧 挥斩足整整九秒的时间 这种事情连彪悍的雷洛听了之后 心中也会猛然间敲起鼓来的 然而 刺刀却做到了这一点 整整九秒的时间 林英秀尽出全力斩出的三十七斧 刺刀全部承受了下来 并且 这家伙竟然做到了毫发无伤啊 因为林英秀的每一斧斩到他的身体上的时候 都得到了梦魇印记的提示 你的攻击没有击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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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刀呢 在被林英秀攻击到之前 就已经启动了自己的另外一个被动技能附带的效果 闪避 等级十三 被动技能 使被攻击你的近身攻击有38%的几率被无视 使攻击你的远程攻击有43%的几率效果被无视 闪避等级四效果 使得就算是你被敌人所伤害到 但是敌人给你造成的伤害都会被强制降低13% 闪避等级七效果 敌人的攻击成功命中你 并且造成了伤害以后 在接下来的三秒内 攻击速度将会被强制降低60% 本效果每15秒内仅会出现一次 闪避效果等级十 敌人的攻击成功命中你 并且造成伤害以后 你会从中获得体力值 获得的体力值等于敌人伤害力的30% 闪避等级13效果 绝对闪避 将所有的身体潜能都爆发出来 在瞬间形成可怕的效果 使你在12秒之内 对所有的物理伤害完全免疫 12秒过后 你的所有闪避技能将暂时失效 攻击力削弱至50% 绝对闪避技能冷却时间为24小时 所带来的负面效果 也将随着绝对闪避技能的冷却结束而恢复 刺刀被眩晕的时间是9秒 而它的绝对闪避的持续时间是12秒啊 这也就是说 它还有整整三秒的时间来反手还击 对于绝大多数攻击方式都是物理攻击的灵营秀而言 刺刀几乎是可以完全忽视掉它的攻击的 三秒钟的时间 对于普通人来说极其的短暂 点一支烟倒一杯茶 挠挠身体上的痒 都几乎可以轻易的将这三秒钟给消磨过去 但是对于敏捷天王刺刀来说 全力出手的三秒可以对紧身处刺出11刀 在轮回者的战斗当中 这种猛力的攻击足可以杀死一个精神力特长者 或者是敏捷特长者 而刺刀更有自信 即使在三秒之内不能将面前这个女人给杀死 也要将她重创至断手断脚的严重伤势的地步 然而 林营秀却在九秒的眩晕时间结束的时候 突兀地做出了一个动作来 她收起了双手握持的两把巨斧 一左一右分别扬了起来 银色剧情武器与暗金武器特有的光芒 就在空气当中阴晕着 给人的感觉 仿佛这个高挑冷艳的女郎 就像是一只孤高艳丽的七彩凤凰 举起了她的双翼来 然后 她从容不迫地将自己的武器 笔直地刺向了地面 后塔成 形成了一个弓箭布 看起来整个人 仿佛都缩到了两把城府的后方 刺高的心中一领呢 在林英秀的武器插入地面的时候 她竟然呼地生出了一种错觉 那便是自己要面对的赫然是一朵难以逾越的 毕丽千刃的悬崖峭壁 只是这刺刀又怎么可能放弃这么绝好的黄金三秒钟呢 她自持自己的物理攻击现在是完全免疫 出手之势不仅没有解慢 手中的那一把折断的刺刀上又是刷的一声 激起了大量艳艳的光芒 层层叠叠涌现了出来 幻化出了七八道幻影 这些幻影既可以被当作是样弓 也可以被当作是实体的攻击 随着刺刀的心意 能够趋势转宽 她知道现在黎明秀摆出这个防御的姿势 肯定是有所目的的 但刺刀一直都信封一句话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那凄厉的刀光似乎连空气都被活生生撕破了 耍了一声由上而下斩了下来 但是当刺刀的攻击接近到黎明秀树立的长所前三十厘米的时候 那两把同样修理的长所上忽然间闪现出了一抹亮光来 传来了丁的一声清明 就仿佛是有人用铁棒轻轻地敲击了刀锋一下 然后刺刀瞪大了眼睛 它竟然被强制地弹飞了开去 而这便是圆拙武士三英雄那个最无耻 最变态最淫荡的技能绝对防御 林英秀学会这招以后 因为玛雅女战技对于武器的强势掌握能力 所以绝对防御的成功力更是大大的提升了 这种使用武器来格挡敌人伤害的技巧 它一直都是隐忍着没有使用 直到现在才使用了 刺刀最不应该的就是使用普通的攻击 来袭击林英雄 它的进攻理念是没有错的 先用密集迅速的普通攻击来斩破外围的防御 再用威力最大的技能给予敌人可怕的伤害 但是绝对防御技能只能在敌人的攻击 进入你身体一定范围之内才能被使用 而它遵循的是 敌人用来伤害你的技能威力越强 留给你格挡的时间就越少的规则 四刀用普通攻击来袭击林英雄 那么就代表着留给林英雄招架格挡的时间就越长 绝对防御技能可以说是成功无伤的格挡敌人的任何攻击 并且在成功格挡之后有50%的几率会将敌人给弹飞 并且施数者会有百分之百的几率处于到半无敌的状态 两秒钟 所以刺刀着一被弹飞开 林英雄立即斩出了一副反击 他挥舞的却是那把银色的剧情武器 斯科恩的愤怒 林英雄在挥舞出斧头的时候已经是凌空跃起 由上至下挥舞长朝的银色光芒兵器 看起来似乎很是吃力 但是瓦果之处连空气都给人一种被斩破撕毁的感觉 延迟了数秒钟以后 遵循着林那美女挥舞的轨迹 忽然间散出了一面横斜如扇 长宽达到十余杖的半透明的银色光纱 在这刺刀的身体上 竟然是一闪而没 这一招就是夹到了当极武的 晶莹的眼泪 刺刀再次犯下了错误 他自以为物理免疫的时间还没有过去 因此在失去平衡的过程当中 却是下定了决心要逃离当场 不再进行耽搁 谁知道 晶莹的眼泪乃是物理和精神力伤害混合的类型 那个刺目的光滑皱息而来 没入进他的身体之后 这一下子刺刀的半个身体就被染成的鲜红色 他脚下亮枪了一下痛苦的闷哼了一声 背部立即飙射出了一道斜斜的血红色的喷泉来 甚至连左手也被斩得几乎是完全断折了 只剩下了一层皮包裹住 就那么惊挛着 叮铃着悬挂在了残肢上 林银绣灵工斩机 落地以后需要短暂的回弃时间 他的速度本来就赶不上刺刀的 此时疯狂突击的时间还没有冷却 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伙逃走了 他在原地休息了一会儿 方林与活滑豪呢 也是一起集合了过来 活滑豪与实施者的较量当中完全处于上风 他以力破力 居然将实施者莫特的那只生化巨壁 给活生生撕扯了下 残暴而疯狂的将那只断折巨壁 捂成了鞭子一般 竭力的攻击着莫特 不过莫特这家伙 见到大事已去之后 显然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 强忍痛楚 使用了道具 直接回归了梦魇世界 二阶唐红丸的情况 却是相当的不妙 他脸色清白 几条主要的血管都在体表浮现了出来 仿佛蜿蜒的青色寄生虫那样 直接缠绕在了他的身体上 被剁掉的那半只手倒也罢了 虽然伤势很重 但是还是不算危险 倒是那个深入骨髓的血肉吞噬泡的威力 若腹骨之躯一般死死缠绕在了内脏当中 更加令人震惊 二阶唐红丸的伤势看起来 比外表显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他的身体表现出来的那种虚弱 仅仅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方林先前还只是片面的认为 等到血肉吞噬泡的余劲过去 便是万事大吉了 但是用精神力进行了深入探测之后 更是打住眉头 二阶唐红丸的内脏几乎是溃烂了一半 好在先前的电劲确实震死了不少入侵的异体细胞 否则的话这情况可能还要恶化 那血肉吞噬泡此时的余劲确实也消失了 但是它的效果却是十分的恶毒 竟然和艾滋病的效果差不多 主要摧毁的是中招人的免疫和防御力系统 二阶唐红丸此时的情况虽然不至于 要到一个感冒就能致命的地步 但是身体内部的情况已经跌至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了 肝脏 脾脏 破裂 而且体内的大出血依然在源源不断地延续着 以至于二阶唐红丸本来健美平坦的小腹都给微微地秃了起来 当您可以肯定的是 若是此时拿着锐利的手术刀抛开一条切口的话 就必然能够见到里面的鲜血急速地喷射出来 若是没有防备的人呢 说不定还会被喷上一身鲜血 当然这个地方此时已经不能久留了 方林四个人乘上了一辆早就预备好的汽车迅速地离开 这条路乃是机场通往东京闹市区的高速公路 每天吞吐的人流量极大 要进行完全的封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顶多是四处盘缠一下就了不起了 神岳财团纵然和草屉家可以联手起来 能量可以说是极大的 但是他们也做不到只手遮天 让日本警方完全替他们作失的地步 这些日子连续发生的恐怖活动 将日本警方弄得是焦头烂额 警察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避免若前日跨海大桥倒塌的大规模的恶劣事件再次发生 因此他们对于这种某人因为车祸而失踪死亡的小事件 只能说一些我们会尽快破案的 这一类一听就是敷衍了事的官方言语 所以方明他们很轻易地就在神岳财团与草屉财团的主力赶来之前脱离了现场 刺刀他们袭击二节唐红丸的地段本来就是很偏僻的 而且说起来似乎耗费了许多的时间次 其实二节唐红丸从丸好到重伤却当真只用了不到十秒 接下来方明追击箭头 林银秀追赶刺刀都是在荒山野岭当中 在公路周边进行的战斗 只有实施者莫特对上老胡 准确地说是实施者莫特对上了老胡和雷洛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组合无论是谁 包括哈迪斯方明两个人单独的摊上 也只能是退彼三舍 何况是最后的杀手锏已经用出的莫特呢 因此公路上的一站实际上也没有耗费多久的时间 方明一面驾驶车一面淡淡地说道 有多少目击者 七个 雷洛呢 冷淡地说道 不过他们都没办法透露给外人任何信息了 方明笑了笑 一踏油门就逆向驶路进对面的快车道 灵活地在车流当中穿行了一阵之后 方明索性将旁边的车窗打开了 一手抱住巴比是逆风行驶 状态呢 十分的悠险 雷洛一看之下 终于忍不住说道 你交给我的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那你呢 方明愕然了 我什么 雷洛黑着个脸吼叫着说道 我要你去杀箭头 箭头呢 方明淡淡地嗷了一声 不再说话 雷洛几乎都要发狂了 用力一掌拍在了驾驶台上面 深深地凹陷了下去 他气得都结巴了 你 你 若是换了其他人 说不定雷洛马上就要翻脸了 但这儿呢 是什么地方啊 方明加上胡华豪 加上林银秀 加上屠夫 加上巴比 在这几人的包围下 雷洛是势单力薄啊 翻脸 铁定吃亏的是他呀 方明叹了口气 慢悠悠地说道 那个箭头的枪斗数 确实十分之强 他先用两把金枪狙击我 雷洛强忍着怒气说道 你个傻逼 箭头对实力远远逊色于自己的对手 才会用他的两把金枪 金枪里装的子弹速度虽然很快 但是威力相当不足 你应该趁他这么轻视你的时候 就将你的什么七只女八只女九只女 通通扔到他身上去 方明不理他 继续地说道 结果被我的宠物挡了下来 付出了两只眼睛的代价 而在巴比是双头的 哦 对了 另外我再补充一句 那两个子弹是带毒的 阿比达拉这脑袋 用完好的脑袋十分虚弱的眼泪汪汪的叫了两声 接着箭头呢 现在两枪无效 就掏出了一把冲锋枪 对人我抠动了板机 雷洛这脸机都已经抽手了 用一种强忍着怒气 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道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自负 这一次箭头用的就是看家绝活 肯定借此结果逃走了 他的这一招叫死之芝加哥打字机 可以填充七十颗随他心意攻击的子弹 一旦射在一个点上 除非是你亲自出马 否则谁也挡不住 是不是 方琳笑了笑说道 于之后事如何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